高速公路返乡车流越爬越长 上班族才刚刚过完史上最长的 十天春节年假即将返回职场 波仁林银行发现 五成二的上班族自认 没办法马上收心 平均还要再花3.5天 甚至还有3%的人预估 要花上7天才能完全收心 讨吉利的这种开工红包呢 上班族的这个期望值是 每包1534元 不过相较之下 虽然有七成的这个企业 预计发放开工红包 不过平均的预算只有921元 是只有这个上班族期望值的6折 那整体来看呢 当然有48%的这个劳工呢 自认在开工日的时候 就可以马上收心 开工当天同事间互相拱手 捉衣团败 祈求新年如意 调查也显示 年后上班族最期待的 还是加薪以及拿到开工红包 而劳工除了想在兔年 为自己调薪至少6.8% 也有七成六的上班族 已经开始投履历 打算换跑道 开工红包的这个预算 以及兔年过后的调薪意愿呢 在企业方面是 纷纷调降 也意味着他们对于 今年的警济 是比较保守谨慎 看待的 第一线直接面对 客户消费者来冲刺业绩 或者是监督产线的 这些技术型人员 仍然是兔年优先 有被调薪机会较高的 这些这个员工 专家预估包括环保绿能 边境解封 以及三年来因应疫情的 相关数位转型人才 都将成为兔年的 新热门行业 而为了因应解封后的 报复性出游潮 旅游规划师等等 业务需求也大为提高 想求职的朋友 不妨多多留意 接着郭参永 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续